这个人投的我再举举手了 贝比周深 这么记仇吗 你投不过来的 这么多人 投不过来我也得记一笔 然后我们写了这么多郑凯 没有一个郑凯赚到的 那才尴尬 还是有机会的 这一辆 基本都没有我 来吧 力气大一点 赚了 对 谁 谁啊 转完了 转完了 谁啊 谁啊 力辰 力辰 你旁边全是郑凯 他转到了你 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 左边是郑凯 右边是郑凯 谢谢诚哥 多吃点 别客气 那请我们诚哥扫一下马 谢谢啊 谢谢诚哥 谢谢诚哥 诚哥扫一下马 谢谢诚哥 好 小儿 刚才我们这桌说了 谁买单谁可以过来吃饭 到账536元 好了 有了 谢谢诚哥 好吃吗 谢谢诚哥 免费的午餐 特别香 接下来我们就将前往 未来乡村枝江村 在那里有一种特别的体验 再等着大家 大家出发吧 午饭真好吃 别惹我 真写之准 知道谁不该惹了吧 我都不行 一会儿这个运气 是不是可以转就转 好爽 运气花光 你说话声音很慢 对啊 咋的 什么这么傻 你俩别一起了 那我抓起来被你讲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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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什么呢 什么 还可以选先生的 换一个来试试 你好 比我会夹 哎呦 输了输了 这个话挺挺怪吧 白鹿夹子音输给的周深 这是什么 你好啊 你好 你好啊 走了下车了 狗狗狗狗儿 欢迎大家来到夏牙镇的枝江村 2021年 枝江村被列入浙江省首批未来乡村 是浙江省大力推进未来社区 未来乡村建设和城乡风貌整治提升的样板典范 大家好 欢迎来到枝江村 我们村呢 好山好水好风光 唐代士的孟浩兰呢 就在这里写下了 野矿天低速江青月静能的唯美诗句 那么前面呢 就是我们的母亲和鲜安江 那么鲜安江呢 自卸偶下遇到我们美丽的城镇呢 来了一个180度的回眸 形成了一个机制型的环抱 好 枝江村就因为枝江水在这里做了一个枝字形 对 应该有得名枝江村 跟我们枝江台的台标是一模一样的 哦 对 那么这里是我们枝江村的村口 枝江村呢 获得过非常多的荣誉 包括未来乡村啊 摄影枝江等等 你好 你怎么称呼呢 我是一名这里的祝村干部 好 哈喽 祝村干部 那怎么称呼 我姓叶 叶子的叶 叶 好的好的 谢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远处的房屋 原先呢 我们这些房子屋非常老旧 因为它是一个 这样编的一个小渔村嘛 然后后来政府就出现统一的规划 统一的改造 现在就呈现出来一片 几具江南运用味的 这派民居的这么一个风貌啊 大家看到都是白墙呆瓦 都有花隔疮的这么一个面貌 这是大别墅 它这个每一户上面都有一个牌子 对 每一户的门口呢 挂了一个小牌子 那牌子上呢有五个香炮 那么香炮的数量呢 就跟他们的信用等级会挂钩 数量越多呢 就是会比他们家的这个信用等级越高 哇 热气球 哇 我还没有做过 我也没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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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也称这个热气球为征收热气球 因为每非一次就可以为我们称的老百姓 每户增加一元钱的这个收入 每户一元 每户一元我们总共有688户 做一次多少钱 668 我们应该可以做很多次吧 反正有人买单 谢谢李老板 谢谢诚哥 多少 多少 每做一次为我们这里每一户都可以 增加一块钱的收入 做了 做了 做到十次 做到二十次 一人做一次 做他个二十次 然后我们前面这种大的建筑 就是我们江村的乡村CBT 江村CBT 对 叫做黄廊湘吉 到了 请大家在这一下车 我们进去转一转 那前面就是我们的春树 家家户户都有种 这个是香泡树 香泡树市面上不多了 现在我们这样会吃柚子 柚子什么的 它比柚子较酸 但是比较清新 可以清新去味 是这个 哦 是 像吗 五分 跟你的衣服很大呀 看起来非常酸 那么滋江村呢 除了这个香泡树以外呢 还有我们的水稻 跟花生 我们叫它滋江三宝 它这是那个 那个什么 没有经用处理的那种花生 湿江村的花生